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帶大家來這新北市的 它是由生產設計 都是由工廠指引 台灣製造的一間沙發公司 那今天呢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它們裡面的擺設 還有它的沙發製造流程 走 哇你看 它們有這麼多的專利證書 有外型設計專利 它有好多SGS認證 從布料到裡面的填充物 黏著膠 都有SGS認證 而且無甲權 應該相當安全 邰哥你好 你好 你願請我幫你介紹一下沙發 我是座右銘沙發這邊的經理 阿我姓謝 大家都叫我小炳 那我想請教小炳先生 是 那你們座右銘沙發呢 跟坊間的其他沙發工廠 或公司的不同之處 跟特色它在哪裡 因為我們這邊都是工廠直立的 所以其實款式的部分都是可以定做的 所以今天你要做什麼樣的尺寸 什麼樣的顏色 什麼樣的材質 我們都可以幫你定做你想要的沙發 就可以量身打造的 對 都是量身訂做的 當然我們沙發都是獨立投的 所以其實在你剛剛坐下去是有彈性的 既然你說是台灣生產製造的話 那請問一下你們的工廠在哪裡 我們工廠就在後面 然後我直接帶你去看 好 走 小炳哥我想請問一下 請問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邊是我們在客人訂做布套之後 我們沙發的布套都是在裡面完成的 因為沙發它都是有板型的 牆壁上都會有一張紙 那個就是我們在畫板的製作 布套製作的那個板型 當然到時候會把它做 採檢的動作 之後再 師傅會再把它做 車 車成沙發的布套 然後這個就是啊 師傅他在畫板型 然後畫出來之後 他們會去做採檢 然後剪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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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去做車的動作 然後一整張沙發的布套 就是這樣完成的 喔 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在車沙發的布套 對不對 接下來會跳到哪一個步驟 接下來我們可能會帶你去看一下 組裝沙發我們的流程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就那邊騎 然後我先介紹一下 因為現在師傅剛才在做的時候 它是先做皮帶打底的動作 當然我們是以鏡頭皮帶 跟黑皮帶就要去編織而成 因為主要是因為它要在耐作性 跟彈劑達到最好的效果 然後接下來的部分 就會開始黏我們的高密度泡棉 會黏在四邊 然後上面會放一個毒液桶 毒液桶上面就會有一層掙扎棉 當然掙扎棉在上面的話 它就會再放一層我們的高密度泡棉 主要就是要防止今天彈簧會去刺穿出來 刺穿寶導致我泡棉破損的情況 而且可能會傷到那個使用者的屁 對對對 所以其實你在做我們沙發的時候 它的坐感它是有彈性有支撐性 因為我們都是有獨立桶跟皮帶的關係 所以在坐感上其實獨立桶式的沙發 它坐起來是非常舒適的 嗯 這麼多木架 這個是不是沙發裡面的密件 對沒錯 因為像我們木架的部分 都是放在室內照顧的 那像我們木架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我們股架這些 都是以石木的柳安木 下去訂做的 當然 封邊我們就是木星版封邊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木架厚度 大概都6至8分版的木架 所以其實 它大概就有點類似 我們10塊錢的大小的厚度 所以其實在木架上 我們結構是還蠻堅固的 它除了這邊木架之後 那接下來是哪邊 那我這個部分會再帶你看 沙發組裝的流程 好不好 這邊一起 因為我們剛剛做的部分 那個前面看到的部分 它那個是坐墊 現在師傅正在把坐墊 組裝到整張沙發上面去 那像這個部分 我們裡面坐墊都有五金滑軌 所以我坐墊是可以往前推的 它是有功能的 那滑軌的部分 它是五段式可以做調整 所以其實在整個流程上 我沙發都是 同一個生產線生產出來的 所以整張沙發都可以看到 我們在工廠都可以看到 我們沙發製作的流程 那我等一下到展場的時候 跟你介紹一下 我部面材質 還有把我內材 還有一些保固 詳細說明一遍給你聽 好不好 這邊請 小秉哥 剛剛稍微看了一下那個製作的流程 那我想請問一下 像你們家的東西就是說 強調可以客製化 那到底怎麼客製化呢 像我們沙發的話 你要改 尺寸 顏色 材質 都可以定做的 當然我們連坐墊的軟硬度都可以改 你要做軟坐硬 我是可以幫你們做調整的東西 這麼厲害 至於在這些材質 我都有保固五年的時間 保固五年 對它都是保固五年的時間 包括你今天 當然我們在正常做的情況下 可能沙發會有做到什麼 凹陷 變形 或者是有聲音的問題 或者像 五金滑軌 有卡住鬆掉的情況 那個當然我們會請師傅去他家 幫他做文修或調整的動作 在於木下的部分 也都是保固五年的時間 其實像皮沙發來講 你看到它本身可能 坐久會稍微比較悶熱 因為它不會勝水 所以它比較透氣 所以它坐久會稍微悶熱 所以要以舒適性 或者是透氣性來講的話 其實布沙發 它會比較適合 因為皮沙發可能坐久 它會稍微悶熱的問題 至於布面材質的話 有些人很多人會問我說 那是不是容易髒的情況 因為布沙發大家就是怕髒 所以其實現在布沙發很簡單 我們今天醬油不小心滴到上面 你也不用馬上擦 它都是清水抹不擦就可以了 這種布本身上面都有一些防潑水的效果 所以其實它本身水的部分 它也不會那麼有滲進去的問題 那我想請問一下 像你們家這麼多 沙發坐起來都很舒服 那有沒有什麼款式 是現在消費者 最受歡迎的 然後你們最推薦的款式呢 就是你現在做的這一款 是喔 你再試試看 你把它坐墊 因為我們沙發坐墊 都是可以往前滑的 它這一張比較特別的是 它可以拉得非常非常的粗 真的啊 你可以試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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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吃來到35公分長 像我們在坐的時候 我們回家在坐很簡單 就是這樣子做 會把坐墊滑出來 腳整個滑上去 這樣子我又可以在家 看電視當廢人 對就是很像一張窗一樣 哇 啊這種又是有 剛好是有 那個 扶手枕 對 所以當枕頭可以靠 都拉出來它就很像一張 單人床一樣 哇 你要怎麼翻滾都可以 但是會不會太廢啊 以後就離不開沙發 怎麼辦 這邊請 我跟你介紹一下 更廢的沙發 好太好了 走 我就喜歡 對 好 達哥我跟你說 這一張就是我們現場 最廢的沙發 最廢的沙發 沒錯 多廢 你可以試試看 它本身坐墊 背墊的角度 稍微比較斜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看 坐到這個位置 像我們坐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坐下去 有沒有 它整個是可以 斜躺在上面 斜躺 對 就很像一張床一樣 如果說 你覺得家裡有客人 床不能夠睡 它是可以睡沙發 甚至 它的坐墊還可以往前滑 還可以再往前滑 對 然後就更廢 還好 真的太廢了 太好 那還有哪一張呢 接下來就是像這種 這一張 像這張沙發 本身是屬於 工業風的腳椅 像 這一張坐墊背墊 它本身角度 也會稍微比較直一點 家裡有長輩的話 這一張在支撐性上 可能就會稍微比較足一點 當然你在坐墊軟硬度 那個都是可以在 地座的軟感 對 都是可以在調整 當然也是有滑軌的功能 哇 你這樣每個人都可以滑軌啊 我們每一張沙發的坐墊 都是可以滑動的 那今天來到座肉鳴呢 看到許多不錯的沙發 然後也學到很多的知識跟常識 那 我想問說呢 如果說消費者想要 那個來震 看的話 你們就是除了台北 這個新北市以外 它有哪些地方有 有天然店 我們幾乎全台都有門市 包含桃園 淑北 然後台中 跟嘉義 斗六 然後台南 跟高雄 哇 還有那個彰化也有 然後台北市還有一間景美店 哇 我看這支卡卡的下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 可以看這 這個官方網址 還有他們的本事頁 這會有更多詳細資訊 那我個人覺得你一定要親自來做錯看 來 躺躺看 來刮刮看 保證你一定會愛上 桌肉鳴的沙發 那我們這次的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